其實這一塊我們在現在本身的球員合約裡面都有寫到這一塊 所以當然我們絕對不允許有這樣的行為 那當然在任何有這樣子的發生的話 我們都會就是一並去處理 Case by case 看不管大小 只要不遵守球隊跟聯盟的一些規則 我們都會比照去做一定的處理啦 我這邊加一句我覺得因為這三年來看到Plus League 他們一直非常注重這一塊 你可以看到每一年裁判的這個品質 還有裁判的這個 他們每一個人都帶一個那個黑盒子 就是他們判的時間點 所以可以讓非常透明化 讓球迷、媒體朋友、關注者 都可以去檢查 那我覺得有這種透明度的時候 我覺得都是前往這個防治 這種行為的方式 那我覺得從頭開始就一直非常防範 防範這個 這種東西 所以 因為這個就是牽扯到 球的品質 所以這個是非常根本的一個東西 我們每個球團 整個Plus League會去注重的東西 這場球就是交流賽 心態當然不一樣 全隊不能有人受傷 然後我們就是還備戰下禮拜的比賽 因為這其實不算一場的 你贏我又怎麼樣 我輸了又怎麼樣 好像跟我賽氣一點關係都沒有 當然我們要找到 就是剛剛中興講的配合 因為我們東超還是有問題 就是我們跟楊將之間的搭配 就變成丟丟給小楊將 誰覺得他個人的能力 我們就在看 然後他傳不出來的時候 我們本組不知道在上面幹嘛 所以變成我們一直面臨這個問題 然後 大概之後我們楊將一直在出受傷 CJ受傷 因為我們人受傷 所以我們一直也找不到一個 很好的配合方式 所以我們其實Focus 對下禮拜對戰的韓國 然後希望 CJ能夠趕快復原 當然看到CJ今天好了 可是他真的好了嗎 就是整個在調整上面 完全沒有到位 就是他命中率 然後我看過他命中率是這麼差的 然後甚至沒有籃板 然後 又是跟 就是 跟對方身體碰撞之後 又會發生這樣的一些事情 其實這是他去年不常看到 因為東超的 楊將很大隻 那CJ反倒打他們都打得還不錯 那今天碰到 CJ跟 Alan兩個雖然是比較慢的 他應該理論上 要發揮他外線的優勢 可是今天三分之外是八頭零重 所以代表他的調整也還沒到位 交流賽輸贏不是那麼重要 但是其實外界或是球贏 其實蠻看重在 兩個聯盟第一次正式交流 這件事情上面 那你自己怎麼看這件事 交流只是一個官方 其實兩個聯盟在私下 常常約比賽 你約我 我約你 中心也是 然後現在包含台心也是 每個球隊其實私底下 都常常去約比賽 那只是一個官方 辦了一個這樣的比賽 所以我覺得不用去解讀太多吧 那 如果明年會合併 那就明年再說 那只是今年我們應該先 復活在我自己冬巢 跟 賽季開始的準備